弟兄姐妹 祝你平安 今天初期 然后又是这个的 差一点讲愚人节 情人节 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 也祝每一位 每一个人 这个的情人节快乐 可能当中有一些 可能讲我还在单身呢 还是怎样变仅上帝是你的情人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 一个的神的话语 就是人生的投资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求你对我们说话 让你今早的这个的话语 你透过传道书所记载的 来帮助我们寻求人生的智慧 帮助我们去思考 在人生的当中 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要投资的是什么 求你的圣灵这个时候 就在我们心中来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每一个人 处在每一个的状况 你都了解 你都对我们说话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几年前我 没有错 2011年 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 就在这一个的 一家的这一个的 developer那边的实习工作 好几个月 所以当时候 公司 那一家的developer 附近就有一块很大块的地 那一块的地 developer就是用来发展 所以那一块的地用来发展 成这一个的 shopping center condor 还有很多不同的 一系列的在那一块地里面 所以 我在一个部门 做工就是叫做 这个的listing department 这个的部门是专门去找 找那些愿意加入投资的 一些的人 就是很像要找McDonald进来 要找这个KFC 要找这个Pardini 等等的牌子 进来这一个的 这个developer 所投资的那一块地 所以当时候 只是一个实习生 所以 只是跟着这个的信念 就到处去见不同的老板 所以每一次见 这些的老板的时候 这些老板就会 会很想知道 你这一块地 你到底有 有什么愿景 你要我投资 这一块地的话 你能够让我看到 这一块地 以后能够发展成 怎么样的一块地吗 所以老板需要 很详细的这个资料 来去思考 来让他去考虑 要不要加入 所以 想象一下 如果 一个 这一个投资者 没有好好的去考虑 这一块地 随便加入的话 他可能会亏本 而且亏大本 所以人生的投资 也是这样子 我们也需要去想清楚 去了解 去知道 我们才精打细算 才好好的 懂得如何过 我们的人生 所以传闹者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讲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全是虚空 好像一来 就带给我们 这个的坏消息 后面继续讲的 人一切的老路 就是在他日观之下的老路 有什么益处呢 虚空这个字 在这个的原文 其实它有这个的 它是可以翻译成 这个的气 或这个的烟雾 它表示 这些东西是短暂的 你怎么抓都抓不到的 没有人能够抓到空气 对不对 没有人能够抓到烟雾 它其实虚空要表达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所以传道者 一开始在头几节 就告诉我们 倘若我们将我们的人生 投资在 这一切的老路上面 投资在这个的世界上面 我们将得到 不能得到任何的益处 而且这一切 都是虚空的 为什么传道者这么说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有谁可以帮忙 帮忙 帮耳 为 帮翻译 就是 因为我讲中文 他们应该可能会 听不懂 所以传道者 他一在开始的时候 就这么说 他其实 接下来在 接下来的经节里面 他就让我们看到 的一些对比了 他第一个 要讲的是 人生的短暂 我们看到 这一个的经文 他用了四个 这个大自然 来对比 人生 来跟人生 做一个对比 我们来看一看 开始的时候 他用地 一带过去 一带又来 地却 永远残存 他用了 我们的地 他一直不改变 这个大自然 这一块地 是不改变的 你怎么地整都好 你怎么 海啸怎么来都好 地 他还是在那边 他过后 他又用了 第二个比喻 太阳 太阳上升 落下 即归所出之处 太阳也是没有改变的 他一直在那边 不断地巡回 不断地继续 他的这一个的功能 接下来 他又继续用到 这个的风 风也是没有停的 他又像南瓜 又像北瓜 不停地旋转 是也不会停止的 然后最后又用 这个的江河 江河就讲 这个的江河 往这个的海里流 可是海却不会满 江河从何处流 人归何处 所以这个江河 也是同样 永无止境地 不断地继续巡回 继续下去 可是 他却用了 这个人来做这个的对比 人跟这些大自然 不同在哪里 人只有一代 人只能存活一代 每一个人的 这个的 生命 他其实就是讲的是 这个短障 就是有期限 而且这个的期限 也是人类的 这个的死穴 我们不管我们 在座的每一位 可能我们是有钱的 我们是比较贫穷的 或者是 我们是 比较智慧或愚拙的 或者是 有一些是高学历 或低学历 可能胖 可能瘦 不管我们是 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的人生 都有期限 只要我们是人 我们都有一个期限 所以 一个人 圣经有提到就是 我们的期限 可以到几时 可以可能到六十 七十 八十 长命一点一百岁 可是有一些人 不到一岁两岁 甚至没有机会 出生 他已经过世 所以有一些人就 尝试用这个的 金钱来去 这个换取 这个的生命 这个的期限 或者是甚至 有一些人就 很喜欢保养 过着一个 很健康的生活 也是为了什么 也是为了拉长 这个生命的 这个的期限 可是很残酷的 一个事实 不管你怎么拉 不管你用多少钱 你还是要面对 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你一代还是会过去 你这一代 还是会结束 你还是有期限 所以我自己本身 就是 生命在 今年 二十九岁 所以 所以 所以今年 我在信主 那一个几年里面 我的生命 经历的 有一些 对这个的人生的 这个短暂 有好多的 好多的经历 所以在信主 那几年 我就 我的身边的 一些的朋友啊 家人啊 甚至很亲的人啊 就一个一个 慢慢的离我而去 我还记得我在中 这个 从六的时候 中六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 他才 从四 十六岁吧 刚刚 刚刚 刚刚十六岁 他在有 他在那一天的早上 在这一个的 学校的时候 我们还 我还跟他讲话 可是一到下午的时候 我就接到 另一个朋友的电话 就讲 你的这个朋友 我叫他跟林啊 他现在已经在ICU 随时会死亡 因为他刚刚 发生了一场车祸 所以当时我听了 我整个人 难以 难以接受 这个人明明早上 才跟我 这个的 跟我对话 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见面的时候 才对话 可是一到中午的时候 他就要离我而去 我当时我就问上帝 这个人 他是一个好人 他一有去教会 你为什么要 他为什么 就那么快地 就去世了 我当时候 就是一直地 向上帝 所以我一直骂他 怎么你要这么做 可是他却没有回应我 直到我这个朋友 过世后 我身边的一些的家人 我的大 我的公公的妈 母亲 等等 亲戚 都一个一个地过世 直到 在 大学 大学期间的时候 我的公公 也过世 我的公公从小 就带 就照顾我长大的 所以跟他的关系 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要好 可是有一次 他的身体 一下子就有状况 一下子就进ICU 我当时就到 这个的ICU过去 他已经带着 那个的 那个什么东西 吸气的之类的东西 不能够讲话 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当时我才察觉到 原来一个人 他不是 我公公不是信主的 我公公还是 还是佛教徒 还是道教徒 我公公这件事情 我在当时候才察觉到 原来人跟上帝 隔绝是那么的严重 我突然 不知道我公公 能不能够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不能够任何反应的情况 我向他闯福音的时候 突然不知道 他能不能够得救 当时候我的心里面 就非常的亏欠 而且公公我在ICU 看着他 就这样子离去 上帝让我经历了 我那几年 单单那几年 就有七个人 我身边的好朋友家人 就从我身边离去 上帝让我体验到 原来人生真的很短暂 不管你是健康的 或是 你是不健康的 不管你是有钱 或是没钱 你处在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你随时都可能 不在这个世上 你随时都很像 这个经文里面讲的 一代就这样子过去 所以到时候 我里面的那一种的 这个的亏欠感 就不断地涌出来 我才知道 没有人能够 掌握自己的生命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让自己的生命 能够决定自己 活到几时 所以在座的 弟兄姐妹我想 大部分都 比我的年纪都还大 相信你们所看到的 除了 刚刚拍拖不久的 这个 所以 我相信你们的经历 你们的体验 都比我还多 甚至你们在 你们身边的人 很多人可能 你们也经历过 他们的离去 可是我们有一个 很残酷的一个东西 当这些人 离我们而去的时候 我们有认真去思考过 生命的短暂吗 我们抱着 怎么样的一个心态 来去看待 我们的生命 有一些人 就有两种 就有两种 出现两种不同的人 一种是消极的 当抱着一种 消极的心态 就比较逃避型啊 等等 比较负面 觉得反正都要死 不要想那么多 反正都要死 我们就放纵自己一下 甚至有一些人 一提到死 死了再打算 死了怎么再打算呢 有一些人 就比较积极的心态 他知道人生的短暂 他就想 我应该怎么活得 有意义 如果我只有24小时 如果你只有24小时 你会怎么上用 你的时间 所以传道者一开始的时候 就讲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第一个原因就是 他说你不管你怎么撞 你怎么花你的时间 花你的这个的经历 你的生命 去劳碌在这个的世界 你要记得 你的生命 人是短暂的 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他又继续讲到 除了这个人生的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 他讲人的生命 其实人生 是有非常多的限制的 这边怎么说 这边讲 万事令人厌倦 人不能说近 眼看 看不饱 耳听 听不足 传道者用 第一个用嘴巴 他讲一个人的嘴巴 你怎么说 都有那一个限制的 你无法跟我说清楚 生命是什么 你无法用你的嘴巴 将这一个的万事 说得清清楚楚 他又用眼睛 一个人眼睛是用来看的 我现在看的视线 就是那么多 他讲你的眼睛 我们的人的眼睛 是有限制的 你不可能预知 未来 你不能够看到未来 你能够看到的 就是这么多 在这一个空间里面 他又继续讲 耳听 听不足 一个人的耳朵 也是非常有限制的 很多时候 我们听一个人讲话 单单听一个 Sewsman 你能够听得出 他到底是哪一句真 哪一句假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分辨不出 单单一个 普通的一个人 我们连去分辨 他的 就用听去分辨 都很难 传道者就很有智慧的 他就用了这个口 眼 和这个的耳 来去表达 我们的人生 是非常有限制的 请问 在这里 谁能够 透过 他自己的口 来将死亡 说清楚 请问 又有谁能够 用他的眼睛 来看透 一个人的内心 怎么去想东西 请问 谁又有把握 用他的耳朵 去明辨 事实的真假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 人生第二个事实 第一个是人生的短暂 第二个是人生的限制 很简单 医生姐 下个星期就去台湾了 医生姐应该不可能 同时 站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面 吃Roti Canai 然后同时又站在 台湾的土地 吃台湾的乳肉饭 我们应该 没有办法 同时 站在 一个 两个不同的土地上面 去吃不同的东西 所以身为一个人 我们其实被很多东西限制 被我们的知识限制 被我们的这个地区 地域 地域不是那个地域 是我们的地域 地区 文化 能力等等 有许多的东西 都在限制我们的人 很多时候这些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单单这一个的知识 看起来小小的东西 看起来 很小的一样东西 都已经可以完全地 限制我们人了 更何况 我们面对人生的问题 我们有更加多的限制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 这个的故事 就是有关这个 知识上面的限制 来去 来去讲 有一个的 农夫 他从小 一出生 就被 就被他的家人 就是培育成 这个的农夫 所以他从小 他就 单单在这一个的农田里面 稻田里面而已 每一天呢 就是学习 怎么去耕田 怎么去用他的杵头 来去 来在这一个土地上面 来去生活 可是这一个的人 他就活到 活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 他讲 活到那么大 我都没有去海边 没有去看过海边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当时 他就拿着这个的杵头 拿着杵头 他可能还站着 走走走走 走啊走 走到海边去 可能他拿着杵头 走走走 走到海边去 走到海边的时候 他就遇见一位渔夫 他看到那个渔夫 很像很紧张的 这边走 那边走 这边找 那边找 这个渔夫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那这个 这个农夫就很好心了 他就继续地拿着他杵头 就走过去找那个渔夫 渔夫 你怎么那么紧张 你在做什么呢 渔夫就讲 我捕鱼的这个道具不见了 捕鱼的道具不见了 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找 这个农夫就想 其实你不用找了 我可以帮助你 那 这个是我的 这个的出头 你就接去捕鱼吧 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就能够看到 这个农夫的 这个的知识 他其实 他懂的就是 他那一块东西 如果他没有接触到 这个渔夫的那一块 知识的话 他是不知道的 他以为渔夫可以用 这个锄头来钓鱼 人的限制 其实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其实有在 告诉我们 我们要承认 我们只不过是人类 我们只不过是人类 跟你左右 旁边左右的人讲 你是人类 你是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身为一个人类 我们不需要 去撑起 一些超越 人类范围 以外的 这个的工作 我们不需要 什么都完全要去掌握 不需要 全部东西 都要去了解到完 我们要承认 自己有限制 也因此 我们也知道 自己需要 一位依靠的对象 而且这一个对象 不能是人 所以传道者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人生是短暂的 而且也是限制的 面对这样的人生 身为一个人类 我们应该 怎么投资 我们的人生 我们看到 我们一起来读 这个第九节 到第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 一而三 已有的是 后必再有 已行的是 后必再行 日观之下 并无新事 有一件事 人指着说 看 这是新的 它在我们 以前的时代 早已有了 过的人 不要再念 将来的事 后来的人 也不纪念 你知道 这一个 日观之下 这一个四个字 在这一个 的传道书里面 它出现了 整三十次 它其实要让我们 身为一个人的知道 虽然我们 我们是短暂的 我们是限制的 可是我们仍然 逃不过 我们不能够 我们是离不开 日观之下的事情 我们仍然要在 这个空间里面 生存 我们仍然要在 我们有短暂 限制的 这个期限里面 去生活 可是 我们应该怎么生存 才不会让我们的生命 被描述为虚空 我们才不会 我们要怎么 劳碌 才不会让我们的 劳碌成为一个 没有任何益处的 这个的东西 我想我们要 有日光之上的眼光 有一些人 喜欢将我们的人生 投资在这个的娱乐 电玩游戏 名誉 地位 财富 等等等等 很多人宁可用它的一生 你看到 很多人 很多的 这个的 富豪 宁可用它的一生 赚取很多金钱 结果 结果一样死去 像我们的 Steve Jobs哥哥也是这样 也是用它的一生 去换取 许多的这个的财富 结果它什么都带不走 而且 听讲是 他太太过后 在结交的一位男朋友 帮他用 所以很多人都 花尽一生 粉身碎骨的 为了 这一些的 欲望 永无止境的 这个的欲望 来去追求 我们喜欢不停地抓 我们喜欢不停地 抓住它 可是传道者提醒我们 我们是抓不住的 即使我们在这个世上 这一代 我们活着的这个期限 我们拥有它 又怎么样 就是有一些人为了 名誉和地位 听讲 不懂是不是事实了 听讲有一些州 是可以买到 大豆的 有一些人为了 为了这个名誉和地位 在某某州 可能 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去买到这个 大豆的这个的名位 有一些人为了 这个的 娱乐 他可以忘掉自我 他甚至可以 不用家人 有一些人为了钱 甚至可以放下尊严 想尽办法去赚取 我还记得 大学毕业过后 我的好几次 我一位 做直销的 这个的朋友 他就很努力的 很积极的 我不是讲 做直销不好 我不是讲 日观之下 一些的金钱 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还是需要它 我现在讲的是 日观之上的 这个的眼光 有好几次 我的这个的朋友 召我加入 这个的直销 很积极 而有一次他就 你知道做 在做 应该有做直销的吧 应该也是有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要得罪你们 我是讲这个的例子 这个人就找我 加入这个的直销 开始的时候 他就请他的师傅 高手 他就找我 问我有没有空 就一边去吃一个晚餐 聊聊 聊一下 一聊就聊了 三个小时多 你知道 很有经验的一个直销人员 他是能够想尽办法 从不同的角度 切入 说服你 加入直销 从开始的 赚大钱啊 从开始的赚钱的角度来切入 这个 这一招不行 日常用品 你的家里都要用 牙膏啊 全部都要用的嘛 就从这个的日常用品 切入 这一招又不行 他在从 你的宗教切入 我的这个朋友 就跟我讲 你知道吗 做 加入我们这一行 做直销 等于做宣教 哇 厉害啊 你可以赚很多钱 在这边里面 你赚很多钱 是为了什么 你可以很快地退休 很快地去做宣教 我在做这宣教的啊 我虽然不是没有在教会服事 我在这个直销里面 我就在做这宣教 一起加入我吧 不然你没有钱 这一招又不行的时候 就用这个的友情牌了 我们是那么多年的好朋友 就卖我一个人情嘛 就加入嘛 第一年我帮你出啦 接下来你自己出 你只要加入就可以了 其实这一切的背后 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不否认日观之下 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到的 我们的日常用品 我们的钱 我们都很需要的 也是我们的必需品 可是我们的生命 不是以这个作为终极目标 我们的人生 不是完全地投资在里面 让它来 它好像就是我们的人生 有人说人生 若将这个的生命投资在 这一个的娱乐 名誉 地位 财富 它其实是愚拙人 是虚空的 刚才这个经文有讲到 它已经不是一个新的事情 而且这些事情 后来的人也不会纪念 可是一个拥有日观之上 眼光的人 就不同了 日观之下 是短暂的 是抓不住的 可是日观之上 是永恒的 你将你的人生 投资在这个日观之下 很快就好像过往云烟一样 很快就消失 可是你在你的有限和短暂里面 你用这个日观之上的 这个眼光来生活 来投资你的人生 那是永恒有保障 日观之上的事 是什么事情呢 在这个的传道书 十二章到最后的时候 他做一个总结的时候 一个人最主要的就是 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日观之上的眼光 我们的人生做对了投资吗 在座的每一位 正在抓的是什么 让我们拥有日观之上的眼光 我用一个故事 做这个的比喻 谁敢帮我弹琴一下 有一个人 叫做这个的郭西敏 可能你们有看过 可能书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 这个人本身是出生在 这个的贫穷的家庭 所以他从小的时候 他就很用功地读书 为了什么 为了在以后的日子 他能够赚取很多的钱 所以从小到大 他就很乖巧的 很努力的 他没有用任何的手段 他是一步一步地 努力地去读书 去赚大钱 他在大学的时候 也是以这个的 很优异的成绩 毕业 然后过后呢 就好像情人节一样 他在某一天 他就遇到他的这个心仪的对象 所以跟这个的心仪的对象 就开始拍头了 就好像Tiffany这样 开始拍头 然后慢慢地就成立家世 然后跟他的太太 一起打造这个的未来 可是结婚过后 这个的人 郭西敏先生 他就觉得 家庭还不是最重要的 还是继续 我之前的赚大钱 才是重要的 所以一切跟他工作 有关的事情 薪水 福利 升职 一切 退休金 等等 他都非常的关注 可是时间过得很快 岁月就这样子流逝 这一个人 真的是不知不觉 就当上了这个的习业 可是 他也买了这个的房子 屋子 全部都拥有了 省着两个孩子 也是在很出名的 这个大学毕业了 也继续去工作了 可是有一天 他的心脏病 突然爆发 当他认为 他的人生处在最高端的时候 他的心脏病来找他 这时候 当他心脏病爆发的时候 这一些的 他就被送去这一个的ICU 他躺在那里的时候 他突然觉悟到 原来他最关心的金钱 工作 财富 现在什么都帮不到他 他现在想要 身体的健康都不行 在ICU 一两天过后 这个报告 检查报告就出来 他就跟他说 跟这一位 这个医生 就跟这个 郭希敏 这个先生说 其实你里面有癌症 而且还是默契 我们现在要将你 继续地放在 这个的家务病房 你要随时做出心理的准备 当一个人处在这个状况的时候 他开始才思想到 人生的问题 他开始才思想到 他之前 这个生活 人生的这个的目的 追求的东西 他才察觉到自己真的抓不住他了 他开始是思想 到底死亡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情 他之前有多么忽略他的太太 他的家人 虽然有好日子过 很多钱 他才开始察觉到原来他太太 他就在那边想 他死后要到哪里去呢 他不知道 他的内心 当时候就充满了这个的不安和恐惧 弟兄姐妹 人的生命真的是很短暂 真的是 很多的限制 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应该怎么投资我们的人生 我们看透 像传道者一样的看透这个世上 日观之下的事情吗 我们看透它是短暂的吗 我们看透它是抓不住的吗 当我们看透的时候 将我们的眼光 放在日观之上的事情 抓住那一位永恒不变的上帝 敬畏他 谨守他的诫命 我们一起来 快点来思想 我们的身 我们的时间 现在 我们现在处在这个的时刻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时间 投放在什么地方 你有花时间 陪你的家人吗 你有花时间 跟你的孩子 来交流 来沟通 来认识他吗 还是你认为赚钱 给他 就够了 你又花时间 陪陪你的太太 你的丈夫 多在他的身边 跟他一起 去享受人生 我们的时间真的是不多 你的时间 规划 对你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 让我们一起来 花一点时间 在上帝面前 来去反思 来去祷告 让我们抓住 那永恒不变的真理 那永恒不变的上帝 花一段的时间 在神面前 关上眼睛 安静自己 感谢观看 我们向神来求 求祂开我们属灵的心眼 让我们看见 日观之下的事 都是过往云烟 都是短暂抓不住的 打开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看到日观之上 永恒的 有保障的事情 让我们看到 我们那永恒不变的上帝 感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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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